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外面传来的战鼓声 心中恐怕是五味杂陈 一方面是对清军的恐惧 另一方面又是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无奈 在这场历史的交替中 社会矛盾也愈演愈烈 农民起义的背后 是对封建压迫的强烈反抗 李自成的军队如同一股洪流 席卷了大明的土地 然而胜利后的李自成却发现 治理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像是一个刚刚学会游泳的人 突然被推入深水区 结果是溺水还是游出一片新天地 完全看个人的本事 而清朝的建立 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稳定 但也并未消除社会矛盾 满族统治者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 犹如一根紧绷的弦 随时可能断裂 清朝的统治者 为了巩固政权 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试图平衡各方利益 但这就像是在火上加油 结果往往是火势更猛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 许多有趣的故事也应运而生 比如崇祯帝在绝望中字役前 曾经试图召集大臣商讨对策 但大臣们却各个心怀鬼胎 纷纷想着如何自保 于是崇祯帝的召集令 就变成了逃命令 大臣们如同一群被吓坏的小鸟 纷纷飞向各自的巢穴 总之明清交替的历史 不仅是政治斗争的缩影 更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 在这场历史的交响乐中 既有悲壮的旋律 也有幽默的插曲 希望通过这些故事 大家能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与多元 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能找到一些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发展过程 1644年农民起义与明朝灭亡 当然可以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1644年 那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 明朝的灭亡 就像是一场历史的真人秀 充满了戏剧性 冲突和一些令人捧腹的插曲 首先 明朝的灭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明朝在其后期 统治者的腐败 官员的贪污 以及农民的苦难 犹如一锅即将沸腾的水 随时可能溢出 尤其是当时的农民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连吃饭都成了奢侈的梦想 于是 李自成和他的农民起义军 就像是那锅水中的一根火柴 点燃了整个局势 李自成 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 成为了闯亡 他的故事就像是现代的励志电影 从一无所有到带领数万大军 真是让人感叹 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不过 李自成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的军队在战斗中 也经历了不少乌龙事件 比如 有一次他的部队误打误撞 攻入了一个明朝的城池 结果发现 里面的士兵正在庆祝节日 大家都在喝酒 完全没有准备战斗 李自成的军队 一时间也愣住了 最后干脆一起喝酒庆祝 成了 然而李自成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 1644年 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 在北京的眉山上 选择了自尽留下了 我何以对得起百姓呢 悲壮遗言 崇祯帝的死 标志着明朝的正式灭亡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 李自成虽然成功攻入北京 但他并没有时间享受胜利的果实 因为不久后 满清的军队也开始了他们的 入侵之旅 李自成的政权 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推翻 历史的轮回 让人感慨万千 在这场历史的风云变换中 我们看到的 不仅是权力的更迭 还有人性的复杂与无奈 农民起义的背后 是无数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虽然李自成的故事 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他所代表的那种反抗精神 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 闪耀着光芒 所以 1644年的农民起义 与明朝的灭亡 不仅是历史的一个节点 更是对我们现代人一种启示 在面对不公与压迫时 勇敢站出来 或许就能点燃改变的火花 至于李自成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成功的路上 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挑战 关键是 要有勇气去面对 哪怕有时候会喝酒庆祝一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清朝的建立与民族关系变化 清朝的建立与民族关系变化 简直是一部历史的肥皂剧 情节跌宕起伏 角色众多 甚至还有一些反转 让人意想不到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顺便加点幽默 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 领略历史的魅力 首先 清朝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满族的崛起 满族原本是东北的一个小部落 后来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征服和政治联姻 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 1644年满清入关 推翻了明朝 建立了清朝 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小公司 收购了一个大企业 结果发现大企业的员工 都不太愿意接受新老板 满族统治者 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汉族的关系 这个老大难问题 在清朝初期 满族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政策 比如允许汉族人继续保留他们的文化和习俗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满族人还会学习汉族的语言和文化 这就像是新老板为了赢得员工的信任 决定先请大家吃顿大餐 结果发现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新老板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朝的统治者开始感受到来自汉族的压力 为了维护统治 他们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措施 比如推行替发令 要求汉族人替发流变 这一政策就像是新老板突然要求所有员工 穿着统一的制服 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 甚至出现了闹剧般的反抗 在民族关系的变化中 清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 单靠武力和压制是无法长久维持统治的 他们开始尝试与汉族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比如通过科举考试 选拔汉族官员 甚至在一些地方推行汉化政策 这就像是新老板决定与员工进行沟通 听取他们的意见 结果发现大家其实也有不少好点子 然而 清朝的民族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后期 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加和内部矛盾的加剧 清朝的统治逐渐显露出疲态 鸦片战争后 西方列强的侵略 使得清朝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 民族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 汉族与满族之间的矛盾加剧甚至出现了 反清复明的 口号仿佛是历史的轮回 旧的剧本又重新上演 总的来说 清朝的建立与民族关系变化 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过程 既有合作与融合 也有冲突与对抗 历史就像一部精彩的电视剧 角色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时而欢笑 时而泪水 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启示 所以 下次当你在看一部历史剧时 不妨想想清朝的故事 或许你会发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回那个充满戏剧性 与动荡的明清交替时期 我们聊到了明朝末年的腐败与起义 李自成的励志故事 崇祯帝的悲壮自尽 以及清朝如何在民族关系的复杂舞台上 扮演着新角色 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 政治与社会矛盾交织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明朝的灭亡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 李自成的故事则是对抗压迫的象征 提醒我们在逆境中勇敢奋斗 而清朝的建立则展示了统治者 如何面对与汉族的复杂关系 尝试合作与融合 但也难免引发冲突 从历史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还能捕捉到人性的无奈与幽默 就像李自成的军队误打误撞的友谊第一插曲 历史总是充满惊喜与反转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明清交替时期有什么看法呢 你觉得李自成的反抗精神在今天仍然适用吗 欢迎你们分享自己的想法与问题 让我们一起在历史的长河中畅游 寻找那些闪闪发光的智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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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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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by bwd6 by bwd6